巴黎福伦社号召国际福伦3490地区北一分区有社 一起到巴黎爱心教养院进行联合社会服务 巴黎福伦社各胜捐赠的价值12万多元的生活物资 以及10万元的圆梦旅游基金和院生一同出游 为了欢迎到榜的贵宾巴黎爱心教养院带来精彩的轮标舞 从小跟着妈妈在爱心教养院服务 现在担任巴黎福伦社的社长 陈志伟决定号召大家一同来帮助院生 这个发想是因为我的妈妈曾经在这边服务了27年的时间 然后几乎大半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那我小时候因为也常常跟着妈妈在这边上班 然后就看到这边的不管是叔叔阿姨阿 这些社工阿就是都非常的有爱心 在照顾的这些小天使 那我就想说有一天我是不是说有机会 可以来就是说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那今年刚好就是轮到我当巴黎社的社长 所以我就决定说来这边做这个捐赠 除了就是说赞助10万块 让他们做一日游的费用 然后也捐赠了12万5来买这些物资 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来捐赠给他们 巴黎福伦社不但捐助的价值12万多元的生活物资 还捐款10万元让院生得以外出旅游 届时福伦社有还将担任义工陪同院生到东部旅游 那这样的一个物资对我们院生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需品 包含尿布啊还有一些营养品每天都要用到的 那另外他们还捐赠了10万元的一个圆梦旅游金 让我们院生因为出门的不方便 然后也很期待可以到东台湾去旅游 所以就有这一次的机会他们出钱出力出人 然后一起陪着我们院生来圆他们的一个旅游的梦想 这次福伦社不只出钱还出力 让院生们想一游花冬的愿望得以实现 院方也期盼有更多行有余力的民众 可以一起来关怀院生 让善的循环继续延续 记者方建凯林锦于巴黎采访报导 对这一档布